大家好,歡迎收看美聯智夫直播台 我是主持Candace 區區有夢想我的社區微電影大賽 現在正式接受報名 相信一班參賽者在構思著微電影的圖示 都遇上了不少創作上或技術上的問題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事關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兩位重量級評審 現身說法,分享他們的故事和自成貼士 我們歡迎浸會大學全理學卷講師陳朗濤Away 以及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首席講師潘錦泉Felix 還有被我們抽中參加今次分享會的參賽者Chris 歡迎三位 Hello Hello 三位好 今次比賽以區區有夢想為主題 很難得請到兩位專業評審助陣 當然問兩位對於哪區最有感覺 知道Ray你在九龍城長大 有沒有一個地方對你特別有感覺 從小到大在九龍城那邊 那邊生活 我小學和初中就在九龍城那邊 那個地方今天就已經變成一個公園了 所以現在最難忘來說 都是九龍城一帶食肆的部分 也有很多舊友的回憶 還有很相熟的一些商店 食肆和朋友在那邊 隨時請問有沒有一些童年的回憶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絕對有 拆去了九龍城寨 因為我那時候在那裡住 有時候我們就會走出去外邊的社區那裡 很明顯我們就會走出去 像是Carpenter Road那邊 即是賈炳達島那邊 一帶那些舊友的樓房 到今天仍然都在那裡 有時候我們就會去新浦江 走去土瓜灣 這樣的地方 遊玩 最近的遊玩地方 就是九龍仔公園 那裡也有一個很難忘的經歷和經驗 在那裡遊水打球 跑步 這樣 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如果想和Rick Ray Sir 聊聊天可以去九龍仔公園 或者去九龍城一些食肆 看看可否碰到Rick Sir 那Findy Sir 你對於哪區最有標靈呢? 哪區會否承載著你的夢想和成長足跡 我是在油麻地區長大的 成長過程當中 我想油麻地很有特色的 到今時今日還有一個很小的 果欄 又不是那些果欄 又不是那些戲院 唐美道 那區是很特別的 有很多舊樓 很多唐樓 現在都拆了很多 只有小部分 但是那區很特別 因為是一個 它有黏著旺角尖沙咀 其實是兩個很旺的地區 隔著一個地區 我覺得是 有很多很難忘的回憶 唐美道 以前外面是海 你現在看到所有填海區 以前是海 小時候我們可以坐三板去讀 那些博船上看龍舟比賽 很開心的 以前在唐美道 是外面是海邊 走出去海邊 也可以在唐美道 跑步跑隊才拿出去 以前是通的 很舒服 在油麻地有很多特色 今時今日還有很多都改變了 可能戲院改變了 但是果欄還在 但是你仍然在油麻地區 看到很多舊的 有特色的店 我現在不是在那區住 但我很多時候都回去逛逛 因為有很多特別的店 有很舊的標普 賣一些山貨的店 你仍然看到很多 有特色的店 有空 可以感受到香港 幾十年前的生活模式 那你可不可以 這個自小的成長經歷 有沒有對你之後 追尋夢想 其實都有一定的幫助 我想在油麻地區長大 是一個比我在生活體驗上 很多 因為我們那區裏面 反正我那區長大的時候 我們在生活圈子裏面 很多朋友都是一些 地區工作人員 例如我們開店 小販 甚至是市政局的工作人員 這些家屬 我們認識很多這些朋友 那豐富了我的體驗 就是後來我當記者 我覺得這些人生體驗 當你從一些不同的人 的角色裡面看到 原來生活可以這麼豐富 當你當記者的時候 其實對你找題材 你那種觀察 或者你對於這些細節的 的裝作其實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在那個成長的人當中 給我對於身邊的環境 那種觸覺性提供了 那阿Blai Sir 就是對於九龍盛 或者Felix 就是對於油麻地 在他們的成長地 對於他們之後的發展 工作發展上面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Chris 為什麼你這次會參加比賽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夢想 這次參加這個比賽的原因 第一 當然 自己喜歡拍片 那 為什麼自己喜歡拍片 原因 就是因為 拍片 它跟照片 其他不同 它這個medium 可以透過這個medium 去說一些你自己想說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 你在新聞 或者YouTube 或者你身邊發生的事 那你會建構成一個世界觀 或者你有些事情 覺得這個世界值得去分享 就是值得多些人知道 那所以就 就是 就是 想是透過這個比賽 那個exposure 都很大的 就是 贏不贏比賽 一回事 就是一個圖形 去練習自己的拍片技巧 還有就是 就是 Felix out 一些是需要說的 就是好像這個題目 他是講社區 那可能社區 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去講的 尤其是 就是香港這個 這麼艱難的時刻 就是 可以透過一些應堅 去釋放一些正能量 那所以 就 參加這個比賽 那我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其實就是 其實都是承擔我講的 因為我 其實 是這樣的 我是浸大學生 但其實我一百年已經畢業了 那我 然後 之後做了一年 那一年其實都沒有什麼方向 因為 雖然我讀市貿易 但其實第一份工作出來 就是做Sales 那就是 就是 你這個網絡時代 就是他們看很多影片 等等 之後 我就可以拍片 就是一開始 拍YouTube 然後就 心肝就報了一些 愛國的課程 那些 那些 都 是 大學認證的 所以其實都適合 同一時間都做 自由 那我的夢想就是 就是希望 日後 其實沒有所謂 就是連續劇好 電影好 就是 連續劇好 連續劇好 就是 就是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應該多些 要講一些需要講的事情 這樣 會不會透露一點 小洛 你這次的短片 想跟我們傳播一些什麼的訊息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 原本 小時候都是 跟Racher 是九龍成長大的 就是我那時候住 東頭村 然後我搬到上次雲山 但是一直以來 我個人 其實 沒有什麼留意什麼事情 是這一兩年 然後我剛剛搬到大坑 我也有來過大坑這個地方 就是灣仔區 這裡 這裡很特別 就是他們有很多傳統 譬如沒有火龍之類 那我就覺得 這一區 他們 很有隔壁的感覺 就是我現在 一到樓下 他們 譬如晚上 有一班人在那裡玩 當然現在COVID 不建議了 但是 我不太看到太多社區 還有這個氣息 不是說沒有了 純粹是 這個人情味吸引了我 我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去那些 就是剛剛搬進來的 之後就已經是熟落了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這一區的故事 就 它變成了我其他題材 嗯 那就是希望將舊的香港 或者以前的香港 表達出來 是嗎 是啊 類似 因為我 我去過很多區 那當然 就是 怎麼說呢 是 可能我沒有那麼巧 經歷到 但是這一區 是給到 我以前 譬如我是 新一代 算是新一代 看回以前的戲 就好像 72間一座房 是真的好像 整個社區這樣 隔壁左右有色 那我會想 是 講回這件事 就是我不想 因為現在你社區 就是 大家有手機有成 整個新一代的 是可能拉遠距離 那我覺得 我們是可以 多一點 就是 用心去感受 回身邊的東西 就是多一點 是投放一些 concentration 去現實那裏 那裏 而 就是我搬進來之後 我感覺到是 這個不是說 你上次看的一部影片 怎樣怎樣 可以買到 是真的你要真實去 去感覺這件事 那我想 拍那個 很溫的感覺出來 讓所有人看 原來你願意踏出這一步 其實有很多身邊的小事物 都還未好 就是希望透過舊香港 拉近人與人之的關係 可以有更多的連結 那兩位 你們怎樣看這個構思 你覺得怎樣才是 一個好的微電影 Vie Sir說先 一個好的微電影 當然它是一個 所謂的故事交性 那從這個故事來講 香港的引申 必然是一個個人的感受 和成長 就正如Chris說 我現在搬到一個新社區 是大坑那邊 那 那 當我們明白 香港是一個很繁忙 和緊密的一個地方 以往的人情 就是緊密親和 現在的世界 就會一樣緊密 但是就是疏離的 那我希望各位參賽者 可以想一想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發生的故事 是不是可以值得我們去 去 書寫一筆呢 可以的話 就透過五分鐘的一個空間 和時間 去用心去量度 感受 和抒發自己的情懷 讓人情去彰顯出來 我想這個故事本身 就會有一些 所謂的 味道 和感染力 我希望參賽者可以注意一下 嗯 那Felix Sir呢 你又怎樣看 你覺得你的構思怎樣 我覺得在 剛才也提到 因為其實在疫情之下 可能 大坑裡面以前有的人情 還沒這段時間揭 我覺得這個比賽 就是其實我們都佈入一個 Post-Covac的年代 這個時間會不會有些訊息 真的重新去喚醒 我們身邊大家的互動呢 這段時間疫情期間 我們覺得我們人是疏遠了 不過呢 在網路上人也緊密了 因為可能大家很關心對方 不過是用手機 用了一些的通訊 去到這個時間 是不是重新想一下 怎樣再回頭 我們將現在這種 關心對方的 用一些的通訊器材 關心對方 放回社區裡面 去重新喚醒大家 可能區裡面 因為大坑是一個很特別的區 大坑裡面有很多 特別的文化 和他們的人的生活 和他們是一個很旺的區隔 所以其實大坑我想 我覺得是可以趁這個時間 故事可以說回 就是我們怎樣重新 去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我想那個夢想 可能很小 也可能很大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呢 去留意身邊 可能一個地方 你看到公園現在沒有人 但原來是 晚上的時候 大家都靜靜地走去聊天 是不奇怪的 會不會有些小的位置 我們從小的地方 去反映出來 原來我們只要留意 我們身邊 互動是可以的 關懷是可以的 我想這個都可以 把那個地區的文化和關懷 放在人情裡 配合一個故事去說出來 我想 因為大坑本身的國學區 特色那麼多 我想畫面會很漂亮 相當期待 但是講自己的夢想 就未必很難 但是怎樣跟地區有個連結 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知道Felix Sir 你之前是做記者 跟我們說 如果由全理學的角度 又可以怎樣入手 之前可能怎樣發掘 一些新聞故事 在社區裡面 可以發掘出來呢 剛才我剛才說 成長個人當中 我想觀察 在日常新聞裡面 可以觀察很多的細節 我們以前做記者 在文化網上到處去搜尋 以前有人逛街 做observation 見到什麼 我們就錄下它 拍下它 其實我想做一個 地區的故事 也要花些時間 去放慢腳步 去欣賞寫它 然後把不同的故事 或者你覺得的影像 把不同的點連結起來 成為一個面 從點到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 怎樣把這些不同的 可能很靈性 你覺得很靈性 但是將它突然的社區 一個大的圖片 給人知道 去欣賞這個社區 欣賞這個社區的潛力 我想這個可以做到 你去感染別人 Fashion 也重要 你透過這些很細 可能很細明的 我們不需要一些很劇情 很驚天動的 要感動人心 或觸動人心 其實我問就是 你身邊的連理忽略了 那樣東西可以很輕易 去觸動你心理 我覺得在傳統的角度 是你怎樣令到人 觸動人心 用一個這樣的 無論是一個鏡頭 一個音樂 甚至一個很簡單的訪問 其實都可以突出這個 那樣有 各位參賽者都收到了 這個這麼重要的感狼 另外都想問一問 Rae 不少年輕人拍片 都很喜歡加一些記錄 就是可能記錄一些字 或者畫面上去 但怎樣可以透過Viso 去增強可觀性 加的時候 有沒有需要主要的地方 剛才Felix 也提到 觀察很重要 我想講一下 視覺的創造 細心的觀察 對所謂人民的關懷 角色各樣會比較多的話 我們就容易在街角 或者某一個角度裏面 發現一些事物 因為這個細心 從而在視覺上的創造 當然有一些技巧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學校訓練 當然這次是一個微電影的比賽 我有一點簡單的分享 技術上的層次 心要自己慢慢去感受 技術也要去練習 大概有四個方向 可以給一般的參賽者 專業的參賽者 可能他們都會認知 我想講講有四個參賽人士 可以在攝影上 攝影上 我們會有四個鏡頭 或者一種調度方法 純粹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攝影機 又或者手機用 透過鏡頭的運用 有四個簡單的做法 一是Line Shadow 二是Reflection 三是Framing 當我們將這四個配合 這四個是甚麼呢 Line Shadow 就是所謂光影的效果 第二就是Reflection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 可能是否一些 broken glasses 水影等等 可以令到影像 會變得比較 dramatic 所謂戲劇化一些 Framing 可能我們會透過 某個特定的Window Frame 我們有些技巧 可以讓影像更加 focus Macro 當我們可以很接近攝像距離 讓那個影像 會有個比較強烈的感覺 所以透過這幾個技巧 如果參賽者們不太相熟 可以網上去搜尋一下 這個都是攝影和鏡頭調度 怎樣去聚述一個故事 長短都一樣 當大家多留意電影的話 多觀察電影的話 你就會學懂這種心得 我希望各位參考者 可以透過少少的練習 和這種觀察 可以讓自己的微電影 變得更加好看 畫面上的訊息 我們已經收到了 如果從公方或者廣告的角度 想透過微電影去介紹一個社區 Felix 網友告訴你 怎樣可以在短時間內 可以向觀眾傳遞最多的訊息呢 其實我覺得兩件事 第一是鍵訊息很重要 每一個社區都有特色 甚至單一個社區裡面 都有很多特色 我想第一件事 你要先選清楚 你想說什麼訊息 因為如果你太多訊息 公眾會很無 那個感受會分散 我想你要取捨 我們在公關策略上 我們有很多訊息 一般的客戶都很喜歡 講很多訊息 我們的建議就是 麻煩你集中 我們最想講 在這個時間 你在那區裡面 你一定要選擇 你覺得是最能夠 在你這次想講 或者是否觸動到別人 另外一個技巧 其實Rayser也有說 公關策略是一個 我們都是一個 我們都是說故事 我們講故事 你這個訊息 怎樣用一個 講故事的形式去包裝出來 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講的 我們已經 在傳播裡面 已經不是我講的 給你什麼人 而是你想 講一個故事 和人分享 令到他都覺得 我都可以 一個故事的一份子 今時今日的宣傳 已經不是單一個 也不是說 我們講完就算 我們要聯絡 所以故事當中 你有沒有留些空間 給他們去思考呢 給他們覺得 我都可以參與呢 那個講故事的技巧 你包裝的技巧 你不可以一口一口 去講完所有東西 而不給他空間 你只不過是 聚述一件事 你不是跟他分享 一個社區的成長 或者社區的夢想 我想 夢想是 大家都想一起去 和人分享 而不是去聚述 大家就要盡量 令到 可能觀眾看的時候 就要有 置身其中的感覺 還有Visor方面 還想問Visor 參加者應該怎樣 去捕捉一個社區的神水 因為我們今次有兩個主題 除了社區之外 亦都想介紹他們追夢的故事 兩者之間怎樣可以 得到一個平衡呢 最重要是讓自己理解 那個物象本身 物象可能是自己 可能童年 又或者某一個特別的時刻 是一種記憶來的 想把這個個人和社區結合 我希望那個演繹者 就把故事可以微微讀我 如果這兩個connection文 不能建立 只是可能會變成紀錄式 我就希望參賽者小心 因為社區很容易 就流於變成紀錄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做時事 或者是任何的documentary 所以將人情帶進去 以事物去反映情 可能會較為容易去講 那大家就回去想一想 聽完兩位重量級嘉賓分享完之後 Chris 你剛才抄下了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最驚喜 和最幫助自己改善的提示是甚麼 Raisy剛才說 就是用一個香港人文 或者一件事去做主軸 然後可能分享社區 這個connection是給了我突破點 因為我完全想不到怎樣connect 這件事 究竟你是要介紹社區 還是你要講一個人追夢的character 成長 這個viewpoint令我有些新的想法 可以設定點 可以設定一點 除了異散 你還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遇到甚麼問題 我們給個黃金機會 你問兩位裁判 都沒有 其實剛剛才是 就是我們這次 一聽這個就是打算 就是Figure out那個連結那個位 我覺得 但是有沒有覺得 想問兩位 那個比重 還是還是 其實都是 看看怎樣發揮 就是比重有沒有 focus 哪邊比較多 就是追夢 還是社區的元素 還有一些 還是要並存 嗯 Way Sir或者Felix Sir Way Sir先回答 我想當然就是你個人對那個社區的情感 和自己的書法 尤其是可能是寫情 就好像寫文字作品一樣的 希望可以在那個所謂 我們的elaboration 怎樣將那種情感 可以和你的故事牽連得到 其實它未必一定是 好像傳統我們所說的 feature story 如果有同學或者參賽者 想做一些比較abstract的 夢幻一些的聚術 亦都可以大膽嘗試 未必需要跟傳統聚事的故事方式 當然這段時間有限 我們很難去解釋怎樣去做 同學們或者參與者 多些看電影 多些留心一些novel 即小說的文字工作 亦都會幫助到大家 怎樣去展述 一套所謂好的電影的做法 Felix Sir呢 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給Kris 剛才Rae Sir說的都對 因為我們做很多微電影比賽 因為微電影只中只有5分鐘 其實我們都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用正常的鋪排 在職轉流 其實你沒有時間 你真的做不到 你倒不如想一下 用什麼方法可以有一個切入點 甚至Rae Sir所說 你會不會用一些不同的手法 踢背三個 我用驚嚇的手法先開 起碼我先吸引你 因為你是要很短時間 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不會看很久 那你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是Dramatic一些 無論你是科幻 驚嚇或者優文 其實不需要一定很延情 那些是其中的方法 當然延情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多些 因為你要吸引人體 因為事實上太多訊息 你要吸引人體 講那個社區 如果你是有傳統的聚事手法 其實電視台已經做了很多 各區的介紹 你未必挑釁出那個框架 但是可以想多些不同的方法 在剛才所說 無論你個人的感受 我一定是社區 我想那個比重 我覺得很難說 誰比較多講地區 來講夢想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 要將你的夢想 放在社區裡面 你不要給那個比分 去框架了你自己 你不如想想 我真的想說些什麼 就是用那5分鐘去自己發揮 我想你出來的效果 比你去計算哪樣分數多些 因為作為評判 我這樣看 我看那個影片 他會不會第一 描到我的注意力 我很想看下去 然後我才探索 那個社區裡面 跟你的夢想 如何連結 對 創意的方法 和創造的做法 是不要限制自己 讓自己的想像空間更大 就會讓那個作品 可能的創意性 就會更高 可以解答到你的疑問嗎 可以 另外還有好 我剛才你說的 我們想說回以前的香港 那麥美Sir 他在用鏡頭 除了拿鏡方面 或者顏色方面 是不是都可以有些突破 不一定要用舊香港的顏色 一般我們講 最適合顏色的 應用我們講CPU 就所謂Vintage 或懷舊 今天那些各式各樣的 濾濾很多 我都希望參賽者 未必需要用太多 所謂電腦 科技上的幫助 顏色就沒有一定特定 要怎樣去做 為何會透過視角訊息 顏色其中一個部分 影像 或者一個代表物 一個儀式的一件戲物 一切都是述說故事的一種道理 怎樣去拿捏呢 當然是一本大學問 在短的時間裏面很難做到 但是透過各方面的方法 如果學懂和練習得到的話 相信一個好的故事 絕對是可以在視角上讓 那個觀者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所以先不要限制自己 但是人情是必須先擺放的 然後技巧就是會支持你 如何去國際 Belix 老師呢 還有什麼提示可以給Kris 我覺得其實講地區 香港 我想是先講 Belix 都說 我覺得是 我也是回頭 你自己想想哪一種最觸動的 如果你自己也觸動不了你 其實觸動不了別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真的要去花一些時間 你自己感受一下 講苦仔的人 如果自己都不會感動的話 其實是感動不了別人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觸動不了你 這個真的要你自己坐在沉澱 看看那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OK 哪怕是一個門牌 哪怕是一間店舖 你那個貓店長 或者狗店長都好 他一個動作 一個環境 這一刻我能觸動到你 是不是這個可以擴散出去呢 我想這個你自己 真的要用心去 去感覺一下 去沉澱一下 你才可以在整個故事的技巧上 可以想到如何去評論到你 多謝兩位嘉賓的分享 相信一班參賽者 都帶了不少貼士落袋 也都好多謝Kris 來到我們的分享會 如果你還未參加比賽 就快點訂閱我們以下網址報名 記得6月26日就截止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評審團所分享的 獨家致勝貼士 就記得訂閱我們今天 美聯致富頻道 區區有夢想 我的社區微電影大賽 期待見到你的作品 今天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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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